健康 客户 动漫 用给你课 到底啥是慢组肺 肺是由支气管和肺泡组成的 有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细支气管 成为小气道 慢组肺就是小气道和肺泡发生病变搞出来的鬼 小气道紧连着肺泡 气体进出肺泡必须通过小气道 健康的小气道光滑干净 气体流动产生的阻力 在合理的范围内 正常范围内的阻力对肺泡是有好处的 它能调节气体进出肺泡的速度 免得大量气体瞬间涌入 撑爆肺泡 看看慢组肺患者的小气道 里面都是痰液了 垃圾了 还有炎症 把本来就细小的管子搞得更狭窄了 气体流动的阻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气体进出肺泡可就麻烦了 原来是小气道病变搞出来的慢组肺泡 不是这才刚刚进入中场 下半场主角是谁 约你来托案 下半场主角是种能量的 下半场主角是橙有水儀的 下半场主角是白任的 下半场主角是一般的